我是一个多疑人 我不可能心惊愿 我也在等着烈恶 就会神在这处 所以就一直等着那个烈恶出的 很阴忍 但是你内心又坚毅 并不是一个轻快明朗的故事 我看完剧本之后 它让人难过的神声 从一开始就冒到了自己的尽头 所以在家国大义面前 和儿女情长面前 国家肯定是第一选择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程毅非常的认真 我们读完剧本之后 程毅找我和监制老师聊了很多 并且程毅当时连着好几天 写了各过的文档 关于齐艳这个人物的脉络 每一个段落的变化 那么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戏里边 程毅演绎的非常非常到位 特别是在当一个人 面对这样一个艰难困境的情况下 他会有很多双面的性格 我觉得这个人物 如果说他腐黑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 更多的是应该是隐忍 这种性格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保护江山 当他面对冠冠专政和藩政格局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 对自己极其不利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完完全全的这个控制之下 他需要肩负众位人物负责 深被纳民的同时 他要恢复正统基业的情况下 所做的很多隐忍之下 他能够避养黄澜 觉得对他来讲 这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人物的理解 对于我们现场的沟通 还有拍摄下来 诚意的表现的能力 和最后躺在床上 被束缚在他的房门中 对人物经常受伤 那么在这个剧情中 因为寝宫的这个范围比较有限 那么床上的范围也更有限 所以对于演员的表演的要求 就非常高 人物的内心戏情感 以及他的纠结 隐忍 所有的这些戏 对于表演来说 都要求非常高 有一场面对一把剑的戏 女一号程鲁鱼的这个消失 然后仅剩一把剑的时候 没有对手的情况下 面对这一把剑的那个表演层次 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抱着剑躺下 那一场戏的真的是一气呵成 诚意作为一个王者 他内心深深隐忍着一份情感 没有办法抒发 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互动 产生了情感 产生了交流 出来的戏剧反应是非常强的 诚意表演层次还是非常好 对于我 对于他的印象来说 非常深